第四個體驗 大家好 我是蕾琦 我這是這次活動的體能訓練師 我是希望能夠幫助選手 成功完成這次田中馬手的比賽 我們在慢跑的過程中 還是會需要體能訓練的這個部分 我這次會使用我從大作帶回來的系統 它是懸吊系統的部署產品 它可以幫助我們做到 跟跑步相關的一些動作的訓練 像是攻堅目或者是攻堅目上肢扭轉 還有一些上肢的記憶訓練還有核心的部分 然後最後可以讓他們用帶子繞過腰 然後往前做有主力的重置 那我相信這一些動作的配合 可以讓他們成功的完成這次的訓練 然後可以把馬拉松用非常右手的成績完 就是馬拉松,謝謝你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一個動作 是攻堅目排位 攻堅目排位在我們身上 然後跑姿的時候是會一直重複 重複的動作 我們會一直做抬腿這個動作 那同時我會使用帶子繞過我們的腰的部分 那我們會造成它一個不穩定性 讓它能夠盡量把身體 維持在一個位置上可以做抬腿 那我可以向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用帶子繞過腰 那我們會先站在它的右邊 然後也會向右拉的力氣 所以它要對抬我往右拉的力氣 同時還可以做抬腳的動作 那我們左腳抬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換右腳 換右腳 同時不要給我往左邊拉 好 然後這邊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帶子轉到另外一邊 然後把它往左邊拉 然後可以訓練兩邊等等 好 不是很容易好 但是不要來 那麼能不能安裝 沒法直接打成 可以 要穩定 要穩定 每 touched 有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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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以降低運動傷害的貢獻 往過的部分大概分成 軟身、主運動、即收草的部分 那冷身的部分我們平常會建議動態軟身 那在主運動的部分我們會建議 以一些知識跑法 或者是比較合適的正確的知識去做運動 最後收草的部分大概進行不到10分鐘 我就是誇張了 我就是剛剛進來拍腳 所以我就是比較少拍腳 對,比較少拍腳 腳板、鮮魚 難怪我一天還沒說走路姿勢 沒關係,你不用多想 不用刻意 你就用想你自己跑步的姿勢怎麼好 就可以了 跑一下啊,可以隨便 就照你的方式去跑步 照你的方式去跑步 然後我給你錄一個小動作 然後你手轉給你 好,手自然清白 好,手自然清白 對,腳跟先著地 腳板、下 然後腳跟筋 所以它一個比較好的筋頭 就是腳跟 腳跟、腳板、腳筋 可以 可以啦,你只要刻意就好了 你如果沒有刻意的腳就踩不起來 好,那差不多我 好,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繼續走 繼續走 走就好 然後保持呼吸 鼻子吸 嘴巴吐 呼吸慢一點 鼻子吸 嘴巴吐 鼻子吸 嘴巴吐 你要喝水嗎 好,還有錢 好,OK喔 好,那第一次跑步 然後第一次錄影 你會覺得自己姿勢很有趣 沒關係 希望沒有解憶 我自己也會這樣子 好 所以就放開心 然後去看 那我們分兩段 一段是錄影後面 那一段是錄影側邊 那第一次你自己先看看你 好的姿勢 你覺得如何 OK,好,來吧 好 沒有啦 這個後面的部分 好 我怎麼覺得很好 哈哈哈哈 很好 不要晃一點腳尖喔 好 就是站腳底就好 所以就是 布林小一點 平衡小一點 然後做你抬腳的動作 你不只收 身體大腿 然後最後一件事 就是手擺不小一點 因為你沒有跑很快 你沒有跑很快 你不需要用手臂 大力去帶動 因為當你的肚子沒有收 如果你的手去晃 會加 加害你 加伸你上半身的腫動 反而很累 所以 除非你是衝刺 或者是短跑 你才需要 如果你的目的是慢跑的話 你只是手會晃得很大 剛剛張軍力那個 布品就是小小的 手輕晃而已 所以就是這樣子 好 OK嗎 好,那我要再讓你上去一次囉 還沒有那麼快跑 一樣 我們大概先走個 先走個幾分鐘 然後等到你武器飄好 會再上去第二次 他走路做得還好 但他跑起來的時候 他的右腳 會有很完整的形式 然後你抬起來 所以 這個給他的內收其實 很容易 對 然後他整體在 如果他往後 往後 他利用這麼多 對 所以他前面的機械 會把下槍的進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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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透過影片的簡介 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的大盆會比較習慣 如果可以轉變 好 那跟跑步的姿勢 還有你的檢測 會長的狀態有一點關係 會轉 會轉 會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你在跑步的時候 腳會習慣 所以我們希望 或需要你 就是腳往前 撥腳 然後撥腳 然後撥腳 就比較不會有脫步的狀況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身體會傾氣 所以我們希望肚子 手一點點 好 核心用一點力 然後把身體拉起來 小吃點 好 小吃點 上採採 大喝點 好 快點 快點 好 快點 快點 快點